嗨,我是依依 嗨,我是Polla 今天我們要吃什麼 今天要吃特別的拉麵 這是拉麵 呃,泡麵啊 然後呢,這個是抹茶海鮮泡麵 我的是番茄泡麵 番茄,妳在看比較特別 對,我就是抹茶 抹茶還是海鮮 對,很噁心 很特別 我第一次覺得抹茶有點噁心 身為抹茶控的妳都會害怕 對,我也會害怕 我的好像比較正常 好吧,我們來開吃囉 好 我要打開囉 欸,它真的是都好的耶 欸,而且這個比我們一般的泡麵還料多 真的,而且還有青菜 真的 是看得到的東西 幫我 欸 抹茶 所以它裡面那一粒一粒 欸,我有聞到海鮮味 真的有海鮮味 而且它這個是 是章魚角啊 那類的 真的有海鮮的味道 可是是不是沒什麼抹茶味 有嗎 都被海鮮蓋過了 我們來泡吧 好 哇 欸,這超方便 不用自己用醬料包 對啊 加到那條 那一條線 好 好 蓋起來 稍等 稍等三分鐘 計時開始 開始 好想吃喔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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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經過三分鐘的等待 這個麵看起來是好吃的喔 而且只要三分鐘 而且它超濃的耶 超香 欸,不是我在講的 真的覺得泡麵是一個方便的呢 就是你懶得出門啊 真的吃泡麵真的不太好啦 好 好 我們要來吃囉 欸,你看它這個 菜 很誇張的耶 很誇張的耶 而且玉米 不是那種乾扁的玉米 而且這個這樣 欸,我們真的對它很好評耶 對嗎 疑似 章魚餃的概念 真的有海鮮的概念 對,就是真的有海鮮的概念 好,我們來吃吧 我們來吃吧 超香的 我要吃囉 換我換 怎麼樣 好吃 交換 而且這是 這是超級濃湯的耶 不行,我一定要吃那個 海鮮濃湯 我覺得很好吃 它這是什麼 而且我吃不吃抹茶味 這是海鮮味 那個我不知道 你的料好多喔 好好吃喔 它的麵是綠色的 超酷的 為什麼啊 因為,喔 我知道了 抹茶麵 它的麵是抹茶 對 有沒有這可能 有可能 因為它其實吃不出什麼抹茶味 這個就是一斤麵的意思 真的吃不太粗 抹茶吃不出來 還是抹茶味 欸,我覺得抹茶的比較好吃 真的呀 所以我要多吃個幾口 這是一般麵的顏色 欸,它裡面有綠色的那個 你吃我是黃色的 然後它是綠色的耶 那是什麼 豆皮 不是 菜 喔 它那是菜 一直有菜味 好好吃喔 我還喝湯 我還喝湯 欸,我本來以為這是最雷的耶 就沒想到真的很好吃 它的湯裡面也沒有什麼抹茶味 就是海鮮味道 這個 這個偏 酸 我覺得 有酸 因為它是番茄的關係 真的是番茄的關係 我跟你們說 我們剛剛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要挑泡麵 我覺得 抹茶不要 抹茶一塊了 這什麼東西 對啊 可是你們最喜歡抹茶的嗎 對,沒有 泡麵加抹 抹茶 就在抹茶裡面是一種 創新 讚 蹦初心之味 讚 結果它真的蠻好吃的草味 對 薄芽好不好 真的好吃 而且很濃郁 真的 我的這好像沒有那麼濃郁 真的比較適合 減肥才能在吃的感覺 因為它那個鈉好像比較多 欸,你有吃它裡面的料嗎 有 而且它真的是這樣嚼耶 是有嚼勁 對 可是它稍微有點太薄了 對 有泡麵嗎 不要要求太多 我覺得有的不錯 而且你看,它也沒有什麼畫圖啊 所以它沒有圖文不符 嗯嗯嗯 真的酸酸的 好吃,我覺得好吃 欸,這兩個 你哪一個吃得完喔 這個就是人 我也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好啦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就是這樣一種 一個是 番茄泡麵 然後一個是抹茶海鮮泡麵 我覺得這真的比較好吃 真的 可是 它真的有點太鹹 如果太鹹的話可以多加點水 多加點水 嗯 好啦,那吃貨們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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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可以 好,喔 OK 啊